蜡新闻152 152蜡新闻 欢迎你收看今天9月18号的蜡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郭台铭退选哥科王之间关系的互动 慢慢的真相揭露 原来郭台铭对柯文哲其实是不信赖的 在昨天还原现场的节目当中 被郭台铭非常信赖的赵少康先生公开说 其中当然还包括了郭龙斌 他们在电视节目中证实 曾经问过郭台铭跟柯文哲的合作 最后是柯文哲余翁得利 他们怎么想呢 郭台铭的回答是 我又不是吃素的 所以智商157的柯文哲 这下可求大了 变成这一波的最大的鲁蛇 人才两师 更严重的是 他的柯黑的敌友们 现在用尽了一切的形容词 来形容柯文哲 其中最经典的就是王世间 他说柯文哲想寄生上流 说柯文哲寄生上流的 其实是冷面笑将 却被上流放生 更严重的是昨天的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 演出了一场国师劝劲 要黄袍加身的闹剧 这个政治笑话最后还演到了中选会 详情如何 怪不得郭台铭的第一时间曾经说 他不想参与政治闹剧 原来他看穿了这个真相 为各位介绍在现场的六位来宾 跟各位做深入的解析 第一位 东好 大家好 对这个基生上流变上流放生 一定很有感的王定宇 柯姐大家好 他上礼拜没来 他出去救国了 他到华镇都没去 范世平教授 柯姐好 大家好 为各位介绍 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 柯姐大家好 时代力量现在很值钱 因为他们有总统参选的门票 好想 谁叫你跟韩国瑜这么好 所以没你要来打理 交行三十年了 大家好 为各位介绍瑞德 大家好 好 郭台铭呢 他的这个退选 退选之前 跟退选之后 比想必他的声望跟声量 是更为高升的 究竟他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是怎样的 而这个韩国瑜呢 在郭台铭被这个 自动的离开这个战局之后 韩国瑜的选情 就已经非常顺畅了吗 那可不是如此嘞 今天呢 郭台铭的发言人说 哎 韩国瑜先生想要见面 没什么好见的 双方都很忙 各忙各的吧 韩国瑜最危险的是 今天呢 最新的在郭台铭退选的 两份民调当中 他都输 蔡英文有10%以上 在这个局面之下 韩国瑜 他这场选战 越来越艰困 他要怎么样 逆流来 找到自己的胜算呢 郭台铭不选总统 下一步怎么走 还是让外界很好奇 马上就有人提出说 那是不是在等 清兵党的门票 这件事情 郭先生他自己 是亲自否认的 他说绝对没有 这样子的事 那郭先生他接下来 想要做的 总共有三件事情 一个是从下周开始 我们希望以最快的速度 来进行全台的感恩之旅 除了全台六到八场的感恩之旅 还有成立智库规划政策 办学校培养人才 韩国瑜期待要见面请益 也可以感觉得到 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所以在这里也要向他质疑 那么也希望能够尽快安排时间 来拜访郭台铭董事长 他所提出的一些 相当不错的政见 我们这边可以把他转化为 一起合作的方式 所以我尽可能尽快 尽快来拜访郭台铭董事长 韩市长这个市政 跟选举的事情两口伤 真的也不需要有 特别这样子的安排 我们也不想耽误 他这个选举的时间 好 韩国瑜 这个一心一意 想要会面郭台铭 但是他是不是 只是流于嘴上的人情呢 他有动作吗 昨天一天 都没有出现在郭台铭先生的附近呢 有没有打电话呢 据说也还没有 不过郭台铭的阵营呢 已经非常这个冷酷的回应说 各忙各的 不需要特别来做这个安排 郭台铭不选总统 但是希望和自己理念相同的人合作 意思是说我和你理念不一样 那这个韩国瑜呢 可是这个 在言语上面 可是这个尊重郭台铭 这个不遗余力 感受郭董受了很多的委屈 我尽快来拜访请义 那这个委屈是谁给的呢 不是你给的吗 不是你的 喝韩粉给的吗 那这个韩半的发言人呢 今天说 韩国有共同的朋友 目前已联系这位朋友 安排跟郭董见面 这个朋友从初选到现在都没见成呢 那要请教瑞德 那郭台铭会见面吗 目前看起来种种迹象显示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还是要透过中间人 然后呢 去传递讯息 那这个刚刚说得非常好 为什么呢 韩国瑜说啊 可以感受到这个郭台铭的委屈 废话 所有的委屈不都因为你来的吗 然后呢 最大的委屈 还是来自于你的支持者 那个钢铁韩粉啊 对郭台铭跟郭粉的这个攻击啊 你不相信的话 你去看一下郭台铭相关的脸书的留言 就可以知道 那么郭粉心中的愤怒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之前呢 其实我有刚好有几次的机会呢 跟国民党的一些民意代表上节目啊 他们其实也提出他们的隐忧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这个郭台铭呢 退回党政跟荣誉党员证书的时候 当时很多包括党中央啊 在脸书上 也包括出来开记者会 还有说还有一些中国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呢 噼里啪啦的破口大骂 有之各式各样的这个话都有之 甚至于还讲出来说 你以为我就哪里没办法 这种话都讲出来啊 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 那时候我们就曾经啊 这个私底下说 如果万一啦 虽然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郭台铭突然间宣布不选了 那你怎么办 覆水难收啊 以郭台铭如此霸气的态度啊 他怎么可能甘于被这样羞辱啊 结果没有想到他真的做出了半夜 做出了这个不参选的一个计划 跟这个声明啊 我跟你讲 不选的最大 当他不选的时候 我无所求的时候 我又因为你们那个做了很多的动作来对我 所以呢 我心灰意冷 我自己退党了 结果没想到你们竟然对我是如此的这个杀伐 你不要忘记 郭台铭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对中国国民党 都是对蓝营啊 那么非常有心 而且呢 帮助许多的 当国民党连薪水都缴不出来的时候 快断吹的时候 请问你那四千五百万 是谁用自己妈妈的名义 借给你国民党 虽然是借哦 但不要忘记哦 如果不借的话 你们就断吹了 那么也不要讲 他一连串帮人家站台 当第一个站的就是这个 呃 呃 眼青标啊 但除此之外 包括连胜文 包括很多很多很多 他在很多的场子里面呢 说的话都是有利于国民党 做的一切事 几乎都是针对呃 国民党呢 有利他的选情的嘛 嗯 结果你这样就K他了 嗯 他当然 这个气候都推不下去啊 现在问题来了 你现在知道说 那是这样 一方面高兴 一方面高兴说 你不出来了 那至少在所谓国民党的伦理里面 你分我的票的部分啊 这些票理论上应该可以留下来 我不会分裂 可另一方面麻涵就来了 那郭台铭能不能摸摸头啊 他可是四十三年的霸主呢 四十三年来 他从鸿海精密开始起来了以后 这一场这个选战一百二十几天 一百二十几天选战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羞辱 嗯 我跟你讲 依他的个性 这口气他绝对吞不下 所以呢 他就不跟你见面啊 对啊 不跟你见面就算了 你肥短流场讲一大堆对不对 你说那会不会这个不联署 但是是接受亲民党十一月的时候 接受他的那个门票 他也直接了张跟你讲 没有这个必要 然后不跟你见面的理由 很简单 因为呢 因为韩国瑜市长忙于市政 只有周休二日才能去国政嘛 才能去选举嘛 大家都忙 所以呢 各忙各的 很简单 告诉你 老子不跟你见面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啦 可是瑞德他不跟他见面啊 韩国瑜可以去报他呀 对啊 那要报得到 郭宜明总不至于永远在坐在 那边躲在家里 韩国瑜不是王瑞德 韩国瑜可以去报马英九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会当刘备 你知道意思什么意思 我会三顾茅庐啊 三次去找这个诸葛亮就算了 下大雪的时候 我还站在那边淋雪 对啊 他为什么不这样做 我会在 我会在郭台铭家里面 我就堵在你家门口 你知道吗 除非你不出门 要是我的话 会在郭台铭还没有 他们三国演艺 那个时候还在演戏的时候 来不及郭柯王三个人 那边演戏之前 我就做这个动作 我就让郭台铭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展现诚意 你一直都说 我发简讯 然后已读不回 透过中间人 你没有发现 中间就没有一个剧情 就是他亲自到了现场 然后到了他家 叮咚叮咚 按门铃 然后警卫干什么 你都没有发现吧 那等到事情闹到 演变到如此 无法收拾的局面 为什么说无法收拾啊 因为之前打得太凶啊 现在突然间没有料到千算万算 都没有算到他会突然间在 这个最后一晚突然间 那个退却嘛 对不对 突然间不选了嘛 那怎么办 一者以喜 一者以忧啊 所以你现在一定要 为什么韩国瑜要做个动作 说一定要赶快见面 然后吴敦宜说 问他说要不要开除这个郭台铭 我又不是神经病 我怎么可能这个时候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郭台铭虽然不选了 但是他的支持的这一块 你有钢铁韩粉 人家也有自己 属于自己的一块锅粉嘛 他的移转 我跟你讲 现在本来 蔡英文是不是都已经在历次的 那个大部分都是 丁股基的情况下都是赢嘛 然后如果在三卡都的话呢 近期以来只有TVBS做的 赢过那个韩国瑜赢过小赢两趴嘛 但大部分都是赢的嘛 那这一块支持郭台铭这一块的 从蓝里面裂解的大概两成多差不多 然后呢紧接而来包括 柯文哲所带来的年轻人中间选民 经济选民的这一块 会往哪里移 对 他如果往这个韩国瑜移 那韩国瑜恭喜了 你捡到枪了 所以你就可以拉近跟这个蔡英文的这个距离嘛 对 但是他如果一旦往这个 他只要他只要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百分比 往蔡英文这边移 那就糟了 那本来就已经差那么多了 那些更拉大更大的嘛 那不是很奇怪吗 国民党不是都看民调 然后说如果三哈都韩国瑜的这个差距 跟蔡英文就会接近嘛 那你们应该很高兴郭台铭出来 对这也很奇怪 因为昨天郭台铭推选 然后把郭台铭给推走啊 那个叫伦理 那个在心里面的感受就认定说 郭台铭如果那个出来的话 就会劣解蓝营 所以他不出来好高兴 大家就躺着躺着旋了 就没想到今天的三个民调 已经赤裸裸的告诉你 三个民调 民调你可以说美丽岛民调 是比较怎么样怎么样 那另外两个民调是 你也必须要去参考啊 那紧接二来我相信 明天后天 紧接二来几个民调的趋势 如果韩国瑜跟蔡英文 都是两位数的差距的话 我跟你讲 当他成为一个趋势的时候 那你韩国瑜真的想要 想要力往狂难啊 恐怕是无力回天啊 刚才瑞德讲过 就是韩国瑜对于去整合这个 或者是去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去跟郭台铭求和 其实他并不是很积极的 柯文哲跟郭台铭之间 都还曾经为了政治献金的事情 闹翻过眼 然后柯文哲都还可以 让郭台铭最后跟他一起联盟 所以郭台铭这个人 不是不能动之以情 然后再以结合为主 因为他是一个商人跟生意人 对啊 所以这中间一定很奇怪啊 韩国瑜是不稀罕啊 郭台铭的经济篮的票吗 跟啊 他担心后面的权贵篮这些人 对他扯后腿吗 一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呀 但是不管怎样 民调呢 也揭发了一个秘密 就是韩国瑜的民调低 跟郭台铭是没关系的耶 因为呢这个最新的 苹果日报今天也公布了 是郭台铭退选之后 那这个蔡英文领先呢 韩国瑜有10%以上 那绿党的这个民调呢 是昨天做的 那也就是在前天呢 5月以前呢 郭台铭董事长 他退选了 然后做了这个民调 那这个民调呢 是蔡英文的支持度呢 是49.1% 比韩国瑜的32.2% 中间差了16.9% 看好度 蔡英文是60% 其实通常在一对一选举里面 看好度也被 也被这个 被重视的嘛 那更可怜的是 韩国瑜的看好度 比他的支持度还低耶 这个很有意思 等一下我要请教一下 在场的这个 比较内行的人士 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的看好度 比支持度低 那同时呢 这两个民调 显示出韩国瑜 有没有能力做好的总统 没能力是57 那参选总统以来 表现的满意度 不满意59.8% 更严重的是 他在年轻选票当中呢 是这个蔡英文呢 是高 远远的64.6% 20到29岁60% 60%比不到20%耶 那些年轻人不喜欢这个老阿伯 然后30到39岁 50.9比25.5 大赢了有一倍以上 那这个用区域上来讲呢 只有一个地方擦强人意 这个是韩国瑜跟 这个跟那个蔡英文呢 是有点差距比较小的 在10%以内的 是桃竹苗 通常是非常这个铁杆的 蓝营 在高平地区 他还是输这个18.9 这个韩国瑜 在基隆 在基隆 宜兰 花莲 台东 澎湖 金马 那是蓝营强势区 他输11.9% 那在台北市 这个蔡英文 大营21.6% 在这个地方 云嘉南 云林不是韩国瑜的家乡吗 是不是 而且对呀 他是云林的女婿 那边有一个公主 这个杀石家庭的李嘉芬 怎么会这样呢 定宇 你帮我们看一下 韩国瑜接下来有什么妙照 不要小看他 他是很有战术 不能小看他 你像桃竹苗 其实他之前是大领先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般看民调 我比较不去看那个精准的数字 看趋势 还有看那个固着度 第一个先讲现在现象 现在郭台铭的支持者 情绪不好 想要含泪去郊游 含泪投谁 我认为那都暂时现象 那个沉淀下来之后 还会有变化 那还没有固着 这几份民调 苹果日报也特别等 他的那个苹果周周 民调特别慢了一天 就是在等郭台铭 虽然慢了一天之后 郭台铭确定不选 他才做出最新的 苹果周周对比民调 你把苹果那两条线 因为苹果我很难说他偏谁 他那个长期趋势太明显了 那绿党也做了一份 所以我们看到 已经固着的 已经定型的现象是 蔡英文是持续上涨 韩国瑜持续下滑 喇叭口是往外开的 这是第一个固着的现象 柯文哲昨天 他们这个团队的演出 跟柯妈妈 柯爸爸的演出 确实非常惊人 有人说这个就是 郭台铭他删掉的 影片当中所说的 政治闹剧 今天呢 柯文哲说 我妈妈跑到中选会来 要帮我登记 是表示了台湾的 知识分子的忧虑 我们在场 很多人都不是知识分子 因为我们昨天都不焦虑的 前立委黄文林赶在截止 最后一刻到中选会 要代替柯文哲 领表登记参选总统 确吃到饼根 雙方争执不下 一旁还有支持者声援 黄文林声称在 5点30分前就已经在排队 布满中选会处理不公平 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出来参选 那非常的遗憾 我们先事先在这个地方 来就是先来帮他做 书面的这个登记联署 但是呢 这个中选会已经 不愿意再受理了 大队人马在楼上吵不停 台北上柯文哲也巧妙路过中选会 敏感时刻现身引发揣测 还好的生存战在在身上 不然就被登记了 我发现我妈妈 大概代表台湾知识分子的焦虑 过台湾不算 现在是要怎么办 我说台湾没那么危险 美国牌照的民间庄 我发现很鼓励我选的是我妈妈 那你昨天下午是不是一度有动摇 因为我昨天下午还要帮天母商店拍片 因为那个万圣节活动还拍影片 那他们要吵人 可以让他们要吵人去旁边去吵 其实在幕僚里面 也有一半赞成一半反对 50岁以下都反对权 50岁以上都自治权 蛮有趣的 周锡伟这个批郭大明是寄生来营 自交收拾这个烂摊子之外呢 王世坚今天好乐 这个大柯黑刷 他想要寄生上流却被上流放生 要请教这个永明 柯文哲 他说宋楚瑜 跟他要在政局稳定之后再联络 柯文哲显然没有说 他不要亲民党那张门票 那郭台铭阵营是说他不要选 11月都不要 那你们时代力量有一张 想办法去 跟柯妈妈柯爸爸 黄文玲联络一下 亏机Friday 来找你们要那个门票 好一点呢 快一点 对 跟寇姐报告 就是说关于时代力量要不要自体人选 我们党内还在讨论 那我之前提过 如果我们真的自体人选 以党内考量 当然是会有征召黄国昌作为罪 那不过这要尊重他的想法 可是现在有一个人选很大了 叫做柯文哲 可是我 问你如果柯文哲的门票 我们跟柯市长第一个 因为他现在是台湾民众党的主席 对啊 这有可能这样子来做 可以合作呀 那我觉得这个 我们党内大概支持度会很低啦 那第二个我想最重要的 你不要那么没有幽默感 在柯文哲的世界里面 任何可能 不可能都是可能的 这是他的哲学 那如果你现在跟他喊坏 把门票那个啊 这个啊 借给他要有什么条件 我觉得过去 这个郭柯王 就是这个局完成这样子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他们是不是真的很认真的真人物 柯姐我要讲 其实最重要还是 两岸立场其实我们跟柯文哲差距是蛮大 两岸一家亲 党内是不肯接受的啦 那他说我为了选总统 我跟实力合作 我两岸不一家亲了 我两岸以后 我是鼓励他 我是鼓励他在两岸上面 真的立场要调整 两岸一家亲 结果我们最近发生什么事 我们被断交 对不对 中国是怎么一个态度 对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还讲两岸一家亲 如果柯市长愿意调整态度 我是鼓励他 好啦这个徐永明做主席 他的这个完全粉碎了 柯文哲拿时代力量门票的可能性 这是第一点 不要这样啦 我觉得这个郭柯王的联盟的这个 现在至少郭台铭选总统 他已经粉碎 然后最大输家是谁 我觉得最大输家当然是 对郭还是有影响的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你选前之前那样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因素做了一个很大的 你还怀疑他被压迫 对某一个国家压迫 我觉得这个是 你知道这个事情现在浮出来很好 如果哪一天他真的选上台湾的总统 你怎么知道他有一些重要政策 会不会哪一天又被逆转 那另外一个受影响的呢 我觉得对郭柯王三个都有影响 我觉得对柯市长而言 他真的要想清楚 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要选 他真的就是去真的登记连署 然后来看看这个社会支持是怎么样子 尤其我前面讲 两岸政策真的要讲清楚 两岸家亲 我觉得现在在台湾是没办法被接受的 可是昨天他们确实努力过啊 那很多人说 他是一个妈宝 讲他妈宝的就是范世平教授 但是他昨天那出戏 那出戏是真的还假的 他是不是 是不是他纵容的 因为呢 据说一开始他妈就 他妈妈就认为这个对他不利啊 就开始运作想要去登记啊 这个范老师知道这个详细的内情啊 那因为有人也问过柯妈妈 那柯妈妈 柯爸爸主动的也来台北关心 那闹成的这一场之后呢 现在黄文林呢 那个到中选会大闹一通的那个画面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短的影片 叫做干妹妹 尽叫一下范老师 不过柯文哲跟郭台铭的关系 昨天呢赵少康 他在还原跟郭台铭的对话里面 讲了一个关键的字眼 这句话才让柯文哲要冷汗直流吧 柯文哲呢 好像昨天啊 今天有抱怨 说你为什么一个月之前不告诉我呢 你如果一个月之前告诉我 来得及啊 从这个角度看 郭台铭可能有一点对柯文哲不好意思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那你柯文哲你先对不起郭台铭 那你说不过柯配呢 合作是什么合作 合作就是要一起绑在一起 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这才叫合作 你通通不要派个菜壁如来 然后呢 然后那怎样 那人家当然天人交战 对 他也问过我这个事情 我跟他讲 如果柯文哲不跟你绑在一起的话 他绝对是坐收愚言之力 我就问他 我说如果你选书 柯文哲会不会难过 他回我一句 他说我又不是吃素的 对不对 那就是很清楚了 所以郭为什么不选 我想这也是原因之一 他的考虑的面一定很广 就是他也不是吃素 也不是笨蛋 商业上打滚那么久 怎么会不知道 范老师 这个郭台铭昨天的影片说 他不要再搞政治的闹剧了 结果昨天的政治闹剧 果然就出现了 就在柯文哲上面 所以我觉得 我在脸书上讲 我说昨天这一天 两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快速消风 一个当然是郭台铭 郭台铭我们知道 他其实宣布不选了 那他未来 当然他可能还有一些政治影响力 不过我认为他要再去重振 或参选的可能性 已经为乎其为了 基本上他把大家都耍了 也不能耍了 就把大家以为他要出来 就不出来了 然后本来说要脱党 也不脱党 搞到大家觉得原来是一场空 我觉得这对他的公信力来讲 并不好 所以我觉得 他要再去选举的可能性不高 所以我觉得 他的这个政治生命 从今年四月份 参加国民 重新插入国民党 被国民党搬于党政 荣誉党政 到九月份 他宣布退选 只有五个月的时间 他的政治生命 从此又燃烧殆尽 那这是一个 非典型政治人物 郭台铭 柯文哲也是犯非典型的 那他昨天这场闹剧 去参中选会这个闹剧 让我觉得 也是一个 大家觉得原来 柯文哲 他根本就是想选总统 那一直在那边 犹犹豫豫豫 犹犹豫豫 我觉得昨天在中选会外面 看到柯文哲那边 这边犹豫不决 想要进去 后来 后来这个 也进去 然后又跑出来 当然我必须要讲 前天 这个晚上11点 郭台铭忽然在 这个宣布 这个不要再进行 不去这个中选会 去这个联署的话 我觉得郭台铭 应该在同一时间 因为柯文哲 应该在同一时间才知道的 所以他当时他就觉得 第一个很惊讶 因为我们知道阿扁说 他说这个九月 这个十四号 礼拜六的晚上 十点半 阿扁当时跟柯文哲见面 因为柯文哲在高雄 柯文哲还说 这个郭台铭一定会赢 表示那个时候柯文哲 认为郭台铭一定会选 就他没有那个心理准备 那我们知道之前 也有人问柯文哲说 如果郭台铭真的不选的话 你怎么办 其实郭台铭一直说 阿那个时候变成 我要来伤脑筋了 表示他并不是真的 不想选 而是他认为第一个 他的民调 他知道他选不上 第二个 他也不想被他称为 是落跑市长 他知道韩国瑜 是落跑市长 他可以拿这个来 此效韩国瑜一辈子 第三个 他觉得郭台铭如果出来 郭台铭出来选 然后郭台铭跟 台湾民众党合作 他可以吸收 郭台铭的这个 他的这个庞大的资产 可以作为挹注 然后也可以让 台湾民众党 有郭台铭这个 有全国知名度的 真的是世界知名度的人 来代表 来选总统的话 他也可以让这个 民众党的这个立委 的席次增加 对啊 可是他是被 按照赵大康跟 郭文斌他们的 那个还原现场的告白 我告诉你 他其实郭台铭15号 就已经决定了 对 他这个14号晚上 还在那边喜滋滋的 说郭台铭对选情 充满信心 其实他是被 郭台铭耍 我刚才讲的重点 那句话就叫做 郭龙斌说 他去问这个郭台铭 你会不会被利用 照时候这个 这个 鱼翁得利的 指示课文者 你选素了怎么办 郭台铭说 我又不是吃素的 我先问一下瑞德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还有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郭台铭 昨天的这场闹剧 这个大概瑞德最清楚吧 你先帮我们形容一下 这场闹剧是怎么回事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柯文哲 真的是置身事外 真的是被动的吗 还是他曾经一度 想要去登记 结果到最后关头 这个梦想为谁呢 家有一老 卢有一宝 在家就好 政治人物最好 不要有家人 任何人都一样 不分蓝绿白 任何政治人物都一样 最好家人远离 他的相关的政治的决策 核心等等 我觉得这样最好 周美清之所以 可以得到很多蓝营的人的尊重 就因为他没有介入 没有把手伸进去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还是很尊敬他 那昨天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现在网络上大出流传这样子 那为什么呢 柯文哲到底要不要选 平心而论 柯文哲如果去登记 要选这个总统 对绿营跟对蔡英文来讲 是很大的威胁 杀伤力很大 因为他在拉走很多年轻人的票 那么柯文哲自己本身 之前都说不选 有一段之前说 如果郭台平不选 他会伤脑筋 他可能就会换他上阵 他有这样讲 那后来在前几天的时候 就修正了 说他会把这个相关的精力 放在经营台湾民众党的立委席事 对 那么既然如此 昨天大家都在等 中选会五点半 截止总统跟副总统的 联署的申请 对 突然之间有人冲来了 那冲来这个人不稀憾 为什么台联前部分区立委 黄文玲 张华也选过县长 对 那他冲来就不稀憾 楼下是磕霸跟不磕 这就很稀憾 没多久突然间看 Q文这也冲过来了 我跟你讲 饶过台湾的政治记者 我觉得他们都快疯了 你知道吗 他们在前一天晚上11点 大家都没办法睡觉 所有的人全部都坏了 不幸那天白天 我上这个政论性节目的预言 竟然成真 11点 你知道吗 所有人不要睡觉了 因为头版报纸的头版 二版三版全部都坏了 然后大家所有的分析 什么 因为再怎么样都没想到 本来大家误以为 郭董可能会在半夜11点发表 宣战的声明 就没想要退选 好 那突然间发生这个事 我问你 如果你是媒体记者 你会吓死啊 是不是 柯文这突然间要登记了 他在五点半以前登记那一招 就跟马英九当时200次 说不选台北市长一样 那很可怕 所以他们到了之后 他立刻也在中选会 对 那问题就来了 那他为什么爸爸妈妈在下面 柯文哲过来 然后黄文哲在上面 而且在大吵大闹跟中选会 好 好 你知道吗 好 你咬菜 什么 到底是什么事 好 你咬菜是 他要帮柯文哲登记 参选总统副总统的 联署 你知道吗 他要帮柯文哲登记 而且有一百一百万哦 一百万准备好了 那到底在搞什么鬼 葫芦里卖什么样 原来他们下午就已经去 大闹台北市政府了 后来才发现 后来才发现 因为年 葫芦 Friday 对不对 他在台南很有名 葫芦 Friday也是市政府 台南对 他也去 前一天就说 他也要来登记参选总统 那他就很纳闷 为什么葫芦很久没有 那个新闻 为什么团队要冲出来 结果后来才说 原来葫芦也冲到台北市政府去了 所以下午一点 就是柯爸柯妈跟国师团 国师团里面有一个叫 葫芦 Friday 还有谁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是国师团建议的人选 我也不知道 他的国师团的 国师团是谁 国师团是黄文林那一群 我也不知道他的国师团 到底是组成成员是谁 黄文林跟张凯君这些 他的国师团是这些人 可可姐跟你讲一下 后来因为媒体有访问到柯妈 柯妈是说 那么有好朋友 有支持者 那么认为说 郭董不选了 所以柯文哲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要去参与 否则下面的人都没有办法 没有人有目标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人准备了100万 然后呢 也一定要去立劝 所以他打电话 请黄文林 载他去台北市政府 去市政府 他们有进到市长市啊 进到里面去找他 儿子怎样 然后呢 其实很多人 有一句话 媒体有一句话 蔡碧如也打不住 媒体有一句话 我觉得蛮传神的 说差一点 只差没有把柯市长给嫁去 你今天身为一个台北市连任 已经当第二任的 这个市长的柯文哲 你不是小孩子 你知道吗 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任何人都不能撼动我的心智才对嘛 结果人家 你爸爸妈妈来了 你的知识者说要把你嫁去 你一把我嫁去选就选啊 那难道我要选总统 你叫我不要选 你把我嫁去说 我叫我不要选就不选吗 然后这更好玩 因为这样那柯妈妈的意思是说 哎呀 先登记 再考虑看要不要选 这什么跟什么啊 你知道吗 这不是国家大事要选总统 是很严肃的事情 是决定你自己跟国家的重大事情 结果他们就冲到 黄卫林就在五点半以前冲到中选会 黄卫林就跟柯爸柯爸他们就 车子开着就冲到中选会 他说他有身份证啊 他们就有赢本是不是 现在也是 他没有柯文哲身份证 因为柯文哲后来还没有出他的身份证 在他自己手上 可能也没有一百万 然后他们就在吵架说是中选会主旨 因为刚好五点三十分 止了 然后中选会出来说到此为止他们才来 算好的 所以他来了以后就算吵架 所以网路上现在看到的都是这个 那柯文哲的说法是说 赶快急着来把爸爸妈妈给接回家 这什么跟什么 你们把国家大事当做是什么 那柯文哲的意思是说 我们必须人家对我们好 要给一百万又要干嘛的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就是他向大家盗窃 我就不能接受的是说 柯文哲的意思是说 他妈妈是代表着台湾知识分子的焦虑 你爸爸妈妈是代表着他疼儿子 想让儿子当总统嘛 那讲白了就是这个样子嘛 那你昨天你有焦虑吗 我没有 那你就不是支持分子 我唯一焦虑的是 焦虑的是 好厉害在五点三十分已经过了 你知道吗 所以柯文哲说 他原来知道最支持他选总统的人 是他妈妈嘛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就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妈宝嘛 现在我的名字呢 出来选这个总统 好还是不好 破了 三个新贵啦 好多个人拿一百万去呢 先登记一下 阿拜如果要选不再有机会 昨天的干妹妹一举成名 她叫黄文琳 她率重去帮柯文哲呢 要登记联署 结果中学会说时间已经到了 原来下午还有个国师团 去大闹台北市政府 请教定宇 什么时候柯文哲出现了一个 外界都不知道的国师团呢 这个国师是代表他的国政顾问团 还是算命团 柯文哲要先讲清楚 他算过命 那一团有没有算命的 我们姑且不表也不了解 里面有没有命理师 昨天这个笑话真的是一个闹剧 第一个黄文琳 你爸爸是中选会主委 很受尊敬的老主委 老主委有没有告诉你 时间过了 不能登记 有没有告诉你 拿你的身份证 不能登记别人的 有没有告诉你委托书要有 更重要的 什么叫做 我是他干妹妹 我可以帮他登记 我真的是 所以今天 網路上有一个干妹妹影片 看到那一幕我就 把他笑出来 就哭出来了 因为这个人 也担任过立委 也担任过 对民众来讲 他没办法去看懂这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 柯文哲是五点五十 来到那个地方 他真的是去找他爸妈 他都不进去中选会 真的吗 他不是去登记吗 他没有要进去 可是他记者读到他 他讲的第一句话 就表示他跟里面的人 应该有联络 他不是说时间过了吗 所以表示上面还在闹 表示去中选会的那一群 国师团还在闹 柯文哲虽然没有进去 他知道上面已经时间超过了 他真的是要把劝爸爸妈妈回去 那另外 到底柯文哲有没有要选 如果从他长期的言论来讲 他曾经说过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选 可是他又说过 如果郭台铭不选 就只好他自己来上脑筋了 对啊 当天最清楚 陈佩奇他的太太 一个受人敬重的医师 他也写了脸书 说柯文哲当天要出去上班前 回头问了一句 有没有一千五 要登记选总统 也就是说 柯文哲有嘛 你有想嘛 知道你太太证明你有想 你还跟你太太要一千五 他太太也很老实 也很天兵 他就把他写出来那一段 所以柯文哲有没有起心动念 要选总统 前后言辞不一 当天早上动念 下午脚步太慢 过了五点三十分 这个完整版是这样子 那林一峰的故事 我觉得林一峰 今天大概有媒体问他 你的故事到底是真的假的 林一峰说 柯文哲跟他讨论过 由林一峰来当副手 他说他到台北市政府 找柯文哲 然后他带了一百万的支票 你知道我们到选委 会登记的支票 不是一般支票 要本票 就是等同现金的才行 所以我不知道林一峰 那个票是不是可以用的 反正他就先到台北市政府 巧遇了那群国师团 国师团 他有分团 到新竹就是 他一路就是 押着他爸爸妈妈 告诉柯文哲 一件事情就是 先登记再说 登记可选可不选 国师团是那个 一路这样过来的 他有一些知名人物吗 就带着他的爸妈 往台北走 一路联络 就是不要把东西打死 登记可进可对 这个很符合 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就先登记来说 所以先到台北市政府 市政府的警卫一看到这一群 不行不要进去 然后就弄了一圈 是林一峰后来站起来说 来不及了耶 我看我们先去登记吧 林一峰就先跑 然后这一群就跟着走掉了 这一出如果拍成电影 应该是列在喜剧内 就像那个啊 这个过程 像那个韩国片 既不可适 这个很像我看印度电影 宝莱雾那种 节奏好快 然后赶到了 照黄雲霓的说法是 塞车 否则他应该来得及 台北交通不好 台北市长要负责 塞车台北市长 是柯文哲嘛 就塞车慢的 他是说慢一分钟 但他文件真的不起 所以这整出戏 我觉得 第一个 我反而是同情柯文哲 虽然他前后延迟不一 但这整个出戏 不是他发动的 你觉得这个不是他 在背后指挥的 不是他发动的 他发动的 不会做的真的是难看 真的不好看 那个不好看到 现场都有人在录 黄雯霓在那边闹的影像 有 还继续闹 然后那个影像 现在剪在干妹妹那个 那个歌唱带里面 多好看 对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就说在 一个国家元首选举的层次 大概除了蔡英文以外 全部人都在考虑 要选不选 韩国瑜演了好几个月 郭台铭演了两个月 那个柯文哲大概 还要演到十一月 也就是说当你要承担 这个国家的责任的话 大概就 因为他是连任的 也难免 他就说就是我 我要来参加连任 那其他的要选不选 都已经难以抉择了 都还没有到讨论到 国阵的层次 再加上昨天中选会 那一出闹剧 民众到底看到什么 好这个刚才地宇 跟我们提醒了 原来黄文林做过立法委员 而且他爸爸呢 曾经做过中选会主委 应该是任期最终的主委 那这个 对 然后这个他的参选闹剧呢 被人家认为 昨天突然来了一个国师 柯爸柯妈的斗法 那这个里面呢 据说连副总统人选 Crazy Friday 是有到现场 他们还这个 找出了另外一个副手 人选就是 苏万智刚刚成立 台湾维新党 而且郭董曾经 苏万智没有表达态度 我觉得不能替他讲 人家Crazy Friday 他是有讲 是有拿着钱一起去 只是没有登记成 那昨天就像瑞德说的 昨天的新闻界 鸡飞狗跳啊 在晚餐时间 全部人都下风了 怎样东豪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们的柯市长 连这个 一出闹剧 他从下午一点开始到五点半钟 都没有办法平息耶 啊 东豪 你不好意思讲 还是你觉得太好笑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等一下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在想 柯文哲不是经常在讲说 他要改变政治文化吗 他要当什么 学讲喂水 还是做这个文化的什么 传道人还是传播者 我想说 政治文化的传道者 然后跑出了一个天狮团 我不认为 这叫天狮 不认为 我觉得是天狮团 你不要把他升格 他还在国的身材 天地人身材 他们叫国师 他们是国师 国家的狮子团 我觉得这些 柯霸柯 这些是天真又可爱 他让台湾最记得 很沉重的政治新闻 就是在看国民党的这些事情 多了一些欢笑 真的有笑到不行 然后想到那个天 我看到那个干妹妹那一趴的时候 我就想 这是谁的歌啊 张胜月的歌 对 这应该怎么配乐 张胜月的残民歌 现在在我乱世的环路上都有 干妹妹 那我怕 我是他干妹妹 我很怕 我问张胜月会不会说 可以不要用我的歌 人家都有浪子回头了 浪子回头 拜托一下学生哥 跟我们韩市长讲一下 浪子回头是KTV院的国歌 那请他下次要唱的时候 不要走音 拜托 好不好 因为那真的是好歌 我就会讲吧 他有成长的空间嘛 对 加油一点好不好 因为那一条歌真的是我很爱 那回过来 你再看柯文哲 就说 这一波的过程来讲 你觉得他是受害者吗 还是他被被耍了 没有 都是成年人 他想耍人家 他结果被人家返回来说 柯文哲也要60岁的人 这里面你有什么好说受害的 包括郭台铭你有什么好说受害的 你不是20岁 刚成年的 刚毕业的人 你是刚进社会的人 就是我如果今天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成长做了一件事情 那我跟他说 对不起 我天中无邪我被骗了 这话能讲嘛 都是成年人 对啊 所以你做什么决定 本来你就要去承受他 就像郭台铭你要选不选 你自己在判断上出了问题 来自于你跟国民党之间的判断 你没有判断对 最后你退选 你本来就要承担嘛 对柯文哲也一样 其实很白的一句话 你又要郭台铭帮你打这一仗 你又不下本钱 听一下哪有五本生意 然后郭台铭的胜选机会又不高 人家要跟你郭柯佩你又不要 那他干嘛要上当呢 你只是做五本生意嘛 对 因为蔡壁如不是你的本钱嘛 对 你跟人家承担了什么样的风险 就说合作这件事情 它可以是利益 可以是理想 可以是任何事情 可是他有一件事情 风险必须共同承担 好 结果他本来就是想要叫 他零风险啊 零风险 然后最后是唯一的得力者 他的非常好的算盘 请教范老师 昨天很多真的不喜欢 柯文哲的人都好高兴哦 尤其是 大家笑一笑快乐一下 在电视节目里面公开说 郭台铭说 哦 我又不是吃素的 那显现局 郭台铭也看穿了 柯文哲的计谋啊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是相互利用 互信薄弱 那可以看出来就是 我觉得 昨天为什么柯妈那么生气 我觉得应该说 礼拜一晚上当十一点 郭台铭宣布不选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整个 柯家人啊 柯家这一家的人 包含柯妈 柯爸 柯文哲还有陈佩奇 他们集成一团 就到底我们隔天要不要出来 哦 因为他们想说怎么办 因为刚刚讲过 其实柯文哲 本来是不想出来 但是因为他们也知道 如果柯文哲 郭台铭 如果郭台铭不出来 至少有大概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人 是不会投 蔡英文 也不会投这个 那个韩国瑜的 这个这个票 你不用白不用啊 现成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但是为什么说 郭台铭一直在犹豫 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现成的 就是有人不喜欢蓝 也不喜欢绿 那这个是个 可以说减到便宜的东西 那为什么不选 所以我觉得 当郭台铭不选的时候 那柯文哲会会想 这也是个好机会 虽然他知道他现在的民调一直往下走 那支持度一直在往下滑 他的粉丝一直在跑 可是他觉得 如果有这二十五趴 甚至到三十趴左右的话 我还是有机会一搏的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开始动心起念了 所以这倒为什么说第二天 你找柯媽去庙里面去拔杯 说好像还是不错 有这个机率 赶快到台北来 不是那种意外的事 像这个林逸峰 这个人怎么会跟柯文哲 搞在一起 我也搞不懂 他们上一次 柯文哲有去天天找他了 可能两个人找 就要有联系了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 处在一个相当 在短时间做决定的情况之下 就会荒腔走板 那我没有看出来 其实我觉得柯妈 一定很埋怨 说哎呀 九月十一号 大家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 那个时候 郭台铭去跟柯文哲 一起去拜访柯妈 我觉得好像是 好像一个迎娶的仪式 对啊 柯妈穿得漂漂亮亮 好像那个 正婚人 主婚人一样 郭台铭要娶柯文哲 然后带着礼物 去他们去拜访亮亮 为了这个父母亲 去介绍 郭台铭喔 然后去城隍庙 像不像拜天地 对 然后去城隍庙 在神明面前 然后拼金再送到家里 两个人拿个香 最后不娶了 那我觉得柯媽一定想说 你郭台铭 搞不好你早就不想选了 你为了要挡我儿子的路 你故意还来我家 来给我送我月饼 你不好像我们两个要 要攜手合作 根本就是玩一套 演一套玩一套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柯 我觉得柯妈觉得说 你这个郭台铭 你根本就是 故意要挡我柯文哲 选总统之路 你自己不选就算了 你早点讲嘛 所以才会出现 昨天这样一个荒腔走板 这样的一个危机处理模式 那我觉得 当然今天就看出来 就是说柯文哲 他昨天的这个处理 包含甚至还有传 这个也有媒体的说 蔡壁如是拒绝 让柯文哲离开市府的 因为他说你如果你离开的话 他拉着他的衣角 对 你拿着 好好笑 越来越像保莱坞 如果你因为 他说他辞职表达抗议 因为他大概知道 如果真的 因为柯文哲也动心起念 加上柯妈一直怂恿 那变成说 这个蔡壁如就被人挡箭牌 在那边主导 哇 那个场面实在是 我就想要那个晚上 那个八点挡的那种场面 一个在拉柯文哲 一个在挡柯文哲 那结果这个 就是我看到这个情形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场闹剧表示什么 表示整个柯文哲的团队 真的是一个非常的混乱 加上柯巴克妈的介入 然后我觉得 可以说一团 一团乱的情况之下 才会出现柯文哲跑去中选会 那我们知道中选会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要参加登记选举 真的是一个心魔 人会心在那边交战 特别是最后一天 最后天因为是最后关键的嘛 五点半以前 对 我们知道昨天是柯文哲 最后一天最后五点半敢去了 结果当然登记不上 大家知道吗 韩国瑜也搞过这一次啊 我们知道那个去年韩国瑜也是一样 最后一个天 要跑去国民党的这个台北市党部 说他要去登记台北市国民党的初选 大家也吓了一跳啊 本来不是国民党要安排你去选高雄市 那时候他还是高雄市党部主委 竟然跑到台北来 所以两个都在 所以也在这个最后一天 剪止的时候 就跑到跑去中选会 就后来当然他 他也是他也是因为 资料带的不够齐 对啊 不让他登记嘛 那这一次 一个柯文哲也是一样 资料不够齐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黄文玲 不是柯文哲啦 是黄文玲啦 黄文玲也没有带柯文哲 跟妹妹啦 跟妹妹跟干妈跟爸一起的啊 因为我的 对 扣扣姐 我这个我倒觉得 这件事情 你觉得没有那么好笑 我们不要吃虾 我不认为是柯文哲主动去做 因为主动去做 不会做这么给的 他真的五十分 他真的五十分去世 因为听说妈妈在哪 你没有注意到昨天的画面 其实在中选会画面 没有柯妈妈 是 我们自身处地啦 如果自己的母亲被自己 跟妹妹好了 带去那边 你一定马上判断说 这个不能看嘛 所以他赶快把它牵走 所以把妈妈带走 把妈妈带走 我相信是真的 我相信那是真的 他后来 他弄完之后 就不知道到台中 要带哪里去做谈会的样子 桃園 他有公开讲 他说最想要他选总统的是他妈妈 他也承认这一趴 所以昨天这一句闹剧 其实我坦白讲 黄文宁你闹出来的 而且黄文宁是用自己的身份证 我们一开始媒体传出来是说 柯文哲的身份证在他那里 那就不一样 如果柯的身份证在黄文宁那里 我们就不能把柯文哲解释这么单纯 那就柯 柯是同意的 你拿自己的身份证 我要帮柯文哲登记总统 这哪一国的戏啊 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是他干妹妹 就说这一出闹剧 对柯文哲是有伤 但是未必 应该不是柯文哲发动的 还好 还他清白 继续锁定名字 台湾台大新闻一无二 柯柯很为难 知道柯柯很孝顺 真的很孝顺 那爸妈说什么 他也很难去回应 所以他就叫司机 拜托说你看慢一点 对 他一直想要就是 技术性 他自己没办法登记 你觉得是黄文铃迟到 黄文铃迟到 黄文铃迟到说 台北市交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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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北市场在管的 黄文铃说 他在附近而已 马上上来 但我觉得这个看得出来 柯柯很早就知道 自己 不会出来採取 而且自己也知道自己选不上 那 但他嘴巴就是 那为什么黄文铃 昨天要公开这样讲说 郭台铭说我也不是吃素的 意思就是 其实昨天黄文铃 知道他们那个节目 就一语就把人家 柯文哲砍了一刀 我觉得柯柯要自己怪自己 因为他常常嘴巴太快 有时候比韩国瑜还要快 他内心没有任何的阴谋 都只有阳谋 所以都被看穿 你是157 对你想的计谋很好 但只要一旦变阳谋 别人都看得很清楚 对 因为你口口声声讲说 我出来选会选上 那你对郭台铭是什么样的态度 那郭台铭讲 那你出来选 那你又不出来选 那就看得出来柯P在耍他 对 这个是很奇怪的 就是赵康他是被 郭台铭要求做竞选总干事 可是其实16号晚上 他们见面的时候 据幕僚说15号郭台铭 已经决定不选了 因为他要胜选 那胜选的比例太低 那他不想做历史罪人 所以呢赵康康昨天 在节目里面 所讲的两个关键 就是要100万人联署 这个是然后呢 要有这个郭柯沛 他认为一定要有郭柯沛 才有可能 这个他去帮他操盘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也不见得操盘会成功 所以是任何人 如果看到这个情况 他不要是2000亿的富豪 我看200万富豪 也会退却的啦 有名 我想 为什么我们之前在讲 看民调的时候 我那时候一直在讲说 郭柯河 不是一个民调题目 因为没有郭柯河啦 因为我们通常 要么就是总统候选人 要么就是搭檔 和 和是什么意思 还不是配 对不对 那我们看题目才说 郭台铭选总统 然后柯文哲力挺 我想说这是什么民调题目 所以郭柯沛配是比较实际的 不是 他是想要把两个人的这个支持者都加在一起 对 可是实际政治操作上 又不可能配在一起 所以柯文哲没有撩落去的精神 但没有这个 对郭台铭而言 他一定说你要跟我绑在一起啊 对啊 也就是说你要当副手 啊 从柯文哲的角度而言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聪明的政治人物 聪明过头了吧 柯文哲 柯文哲一定会想说我干嘛当副总统 做无本生意 结果最后就 闹成昨天的笑话 所以我意思说政治啊 要有正当性 而且人民要看得懂 要诚心正义啦 就说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说 目前蓝绿政策不好的话 那我觉得很简单嘛 柯文哲就辞教台北市长啊 我就是要出来选总统 或是我觉得我还不够 要加郭台铭 那你们两个就配成一组 不要代职参选 然后好好地去登记 那真的联署出来以后 我觉得搞不好真的是有一些机会 因为你看民调上面 其实他们还是在第二名嘛 对 所以这一波其实这个 经过了一番周折 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呢 柯文哲的阳谋 其实郭台铭也知道 但是郭台铭也没有斥责 他只是说我不是吃素的 他并没有讲其他的内容 但是看起来 郭跟柯文哲跟王金平 他们未来要怎么办呢 那郭柯联盟呢 这个郭伴是说要看演变 这个情势如何 那现在就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他们要共同地去推 国会的这个立法委员候选人呢 那像蔡庆宜要去打这个桃园巴德 郭欣应要去打沈志会 李静宜要去打那个林金杰吧 就是那个现在这 吴奇名的新北的那个地方 听说这个地方 卢嘉诚也在准备了 就是前任的立委 黄静宜呢是这个团队 这个团队黄静宜呢 要去选那个士林北投 可是据说他一直不想选 一直不想选 他在抗抗 然后呢 这个赖湘林 蔡碧如 何启荣林好像也不愿意 他也不愿意选 那何启荣已经去放到那个 吴怡农跟那个 两大帅哥里面了 那蔡怡芳好像已经辞职了 对不对 那他们这个合作是 在选举上面是可能的吗 在选举上可能吗 这个 我觉得 传这个应该是 之前郭台铭如果要选总统 这应该是他的 布局的之一 可是他们今天还是说 没有我觉得他不能马上松口 怎么演变 要看情势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 本来不好的局势 总统 我出来选 那我在几个重点区 去做对决 让总统的那个热度 撒哈度会起来 但现在局势变了以后 后面怎么走不知道 那如果我是郭台铭 我找人下去选 我会跟你讲 一定选不上 只是看是把谁拉下来而已 那郭台铭这样 是给自己受伤 他应该要有 未来更多政治盟友 所以我倒觉得 如果我是郭台铭 他应该去重点支持几个 他欣赏的候选人 这最快 他不用分蓝绿 他是为中华民国 那这样的话 他也许未来在国会里面 他没有在这一次大选里面 派出兵 但他未来在国会里面 他有十足影响力 我觉得郭台铭这样做法 是比较对的做法 好 你在心路历程 我们等一下请教一下地狱 这个是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吗 因为他现在所放风声出来的这些人 其实是对挺韩的立法委员 就是国民党的委员有威胁 所以郭台铭跟国民党的关系 现在还是非常的没有和解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 他未来会怎么弄 那韩国瑜更严重了 韩国瑜跟立委之间 或者是韩国瑜跟天王之间 跟这个诸侯之间的关系 也在演变当中 我们来看 现在蓝营的整合的问题 郭台铭虽然退选了 可是郭台铭的影响力 反而比他要参选的时候 好像搅动的这个程度还更高 在郭台铭宣布不选总统之后 蓝营天王密集会面 朱立伦15号先有一场韩诸会 17号再跟红秀柱会谈 要帮党打这场总统和立委选战 不管是电话的联系或见面 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团结各方的力量 所以我们也谈了很多包括 比如讲这几天大家比较关心的郭董事长 这个最后退选 那我们怎么样团结各方的力量 朱立伦的态度跟立场就是一定帮忙 不要位置 这个不但我这样的立场 韩市长也非常的理解 朝着祥和团结的目标在走 所以很感谢 把党政还给他就要留在国民党 我不能做单一的方法 那你有什么方法 还在动脑筋当中 当主席吴敦毅表态不对郭台铭开闸 递出橄榄枝 眼看总统蓝绿对决大事已定 但郭台铭可能推出的立委刺客人选 却可能左右国民党的立委席次 包括永龄基基会副执行长蔡庆瑜 户籍已经签到桃园巴德 基金会顾问郭馨怡 也可能在台中北屯区参选 国民党前立委李嘉靖的儿子李靖颖 抢攻土城 都影响赖英参选人的支持度 各地的立委的选行都不一样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凝聚各方的力量 不一定说今天一定是国民党籍的候选人 打仗就不要怕人家有更优秀的人出来 不要怕竞争 如果能够合作那就更好 党内大头喊话有合作空间 韩国瑜近半发言人何庭欢 也现身党中央透露正在天线 希望促成郭韩会 那当然如果说能够安排我们可以直接的会面 当面跟郭董事长请议的话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尽速的完成这样安排 郭台铭退选他跟国民党的关系 蓝英的天王门也不因为郭台铭退选 跟韩国瑜之间能不能整合的某些摩擦 或是心魔已经完全消减了对不对 我先讲郭台铭的心境 他以前就是重点支持国民党的 他非专机到澎湖 专机到中部到高雄 住选的时候开了很多支票 当然有的对线有的没对 多数没对线 但是这个就是刚才陈学生委员讲的 你就重点支持产生影响力 这一次他深深叹一口气讲了 我第一次站台是帮 严清彪 严清彪在这一场总统的选举当中的表现 当然人卵在心头嘛 所以这时候再叫他说 你挑几个 因为他大概就长期都支持国民党 要挑国民党重点的支持 产生影响力 光严清彪这个事情 你看郭台铭讲说 因为让他觉得很伤心讲几次了 所以他现在做法是变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说 他也觉得会赢 这个局 其实你要从王金平大概在十天前 记者嘟麦有讲出来 王金平说 有啦我们三个有讨论到立委的选举 但是没结论 他那天这样讲 没结果 有讨论到 而且就在那一天 三个人郭柯王 所以跟你讨论立委 你不能漏掉王金平 讨论郭柯王的时候 三个人特别派自己 只派一个干部 蔡碧如 王金平也派一个 他们有一个工作小组进去开会 而开会里面 除了讨论总统啦 搭配啦 副手啦 另外就是讨论立委这一块怎么处理 因为民众党要提名三十四个 提满部分区 那区域立委要丢十个出去 那这十个王金平 郭台铭 或者那三十四个 有没有其他的名单 那时候在讨论这名单 甚至于江湖有传言说 甚至郭台铭希望 民众党把部分区那个名要交出来 不要一边决定 那到突然间 柯文哲几个小时前才知道郭台铭不选 所以在那几个小时之前 这个东西其实 他们认为还在谈的当中 只是蔡幸宇有透露一个讯息 他那天讲说 对啦 灶已经冷了 要怎么样让冷灶重新开始 会选择一个民众喜欢的方式 重新点火 那个时候其实郭台铭 就在拍影片那个时候 冷灶的时候 所以在现在来看起来 郭王柯在立委共同推荐或支持的某些人选上 还没破局 因为那些人要选 越多人支持越好 这三个人哪怕在总统已经破局了 国外还是会推 那代表武党籍还是民众党 还是 都有 还是国民党 民众党也都有 因为各有盘算 都有啦 那郭柯之间有一座 有三座山 现在已经把这个一座山处理掉了 两座山没处理 第一个山就是旺中 所以柯文哲很认真的处理了旺中关系 才让中国时报写了一个卖有求隆 所以旺中柯文哲有交代了 可是搭档 柯文哲不跟他搭档 对 然后呢 有一些心结在赵超商那边提出来 民众党对郭台铭来讲 到底是不是一个必要的 要去推的 他愿意提供一些资源 但柯文哲也没有接受 所以郭柯王之间在立委这个 我觉得他们还是持续会动 但不会动得像以前那么厉害 倒是郭韩跟国民党之间问题比较大 就是你如果在期待郭台铭去重点支持国民党的话 现在郭台铭跟韩国瑜 跟国民党之间有三座大三 都没有解决 第一座三就是你旺中你怎么处理 郭台铭从头到尾讲说 你可以选一个国家元首或一个政党 被一个媒体这样绑吗 郭台铭叫你做的吗 这都郭台铭讲的话 所以旺中没有处理怎么合作 第二个地方派系 他这一次测测自己里觉得 国民党地方派系让他很失望 这是他有讲出来的 第三个这是国民党的 他已经大概 他旁边出来的发言都讲说 国民党对于旺中集团这段时间 对黑阔所言所为 有没有出来讲一句公道话 他认为国民党整个被旺中绑架了 对 所以这三座三没有处理的话 又加上他要开始全国巡回 去重点支持或者谢票 这个后面的热度在这里 否则一个不选的人 或者一个提名没有过的人 三个礼拜热度就没有了 影响因为小于愿家市长 如果是我用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父的话 请教一下瑞德 就是说 我就让你韩国瑜选不上 不爽 然后你们国民党里面有些立委 以前拿过我的好处的 现在你对我好一点 我会让你当选 将来选完再说 选完之后 国民党的党的权力机器 是要有变化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国民党的主席说 要不要开闸他 不会 他不选了还开除 又不是精神有问题 可是你们说人家绕了九圈 举了九个弓 是不是去欺骗 死去的领导人的发言 那个文传会的声明 还说什么 我们舞照跳肉燥烤 然后麻将造大 这么没格的 精神有问题的声明 你们要不要收回去 挽回郭希望合作 郭隆斌也会继续跟郭共通 我希望能去跟郭景毅 人家不要跟你见面 然后这个朱立伦 我不要 不要做他的副手 有智慧有格局 讲郭台铭 然后讲韩国瑜 他说不要为子 所以杨时秋说 这是国民党要面临三杀 但是吴敦毅主席 是非常认真的 认为不会三杀 今天蔡幸宇的结论是 他不会回国民党 会支持相同理念的立委候选人 这句话才有意思 我就要分裂 然后挑拨你们国民党吧 所以将来就是 郭粉去帮郭台铭去复仇 在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 就把像陈学胜这种人给干掉 事实上这个 在选举里面 大家都是想选赢 不是选爽的 但在选举里面 有一种策略叫做 我城市不足 但是我绝对败事有余 不要小看这个败事有余 在非常紧绷的 蓝绿紧绷的相关的 这个立委选区里面 五千到一万票中间 就可以让本来会当选那个人落选 这个撒卡都在立委选战里面 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不能看不起 人们没点 他也可以落算 但是他有可能让你也选不上 你可以看历次的选举 在很多地方 事实上是很紧绷的 比如说六万对六万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 拉走了你五千票 那你就落选了 这很简单的算数的一个问题 不过郭 我知道郭台铭郭董呢 他确实你注意那句话 蔡清瑜的那句话 政治理念相同的人 他会去帮助他 会支持 对不对 他非常可能 对国民党在台北市的某位候选人助选 非常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他跟他交情感情不错 你讲的是国民党 国民党 郭台铭也会帮国民党助选 你不能拒绝哦 他现在也不是 他也没有要选总统嘛 那他也不是国民党员 他已经退出了嘛 你也没有给他开除党籍嘛 对不对 他来帮你的候选人助选 你能说我不要接受的人 我要开除你党籍吗 不会吧 他现在没有啊 他现在没有犯党籍了 他就无党啊 所以他最大 不选的人最大了 你知道吗 那如果说找郭台铭站台 他根本的凝聚性非常强 当然啦 陈学胜学院委员 他跟韩国瑜有三十几年交情嘛 他是最挺韩国瑜的立委前三名啊 我不打你我打谁啊 我当然是打你啊 你不要小看我哦 你知道吗 不要小看我的影响力跟杀伤力 这是一个理念相同者联盟 加复仇者联盟 你知道吗 这就是这样子吧 理念相同讲好听 复仇者就是我现在要扮演的角色 你不要小看他耶 各位 台北市本来中国国民主党 台北市有一个这个议员一直要选立委 所以后来跟台北市杠上了 最后呢 自己退党还被刊除党籍的 钟小平 哦 要去新北是不是 现在万华不选了 要到新北的淡水林口去选 我都不知道淡水林口 现在到底有 为什么好到那个程度 你知道吗 现在有无主欧选人啊 去打洪梦海啊 都快跟那个 我对面的王定宇要成为艰困选区了 我是艰困了 本来都没人要去 现在一大队已经有无主人马了 钟小平为什么离开台北市到那边去 钟小平要流浪到淡水 没有 因为民事在淡水 不要 小 我刚才再重录一遍 不要小看人家 我们万博也有一步踩 什么意思啊 我拉个五千一万你就垮了嘛 喂 无主人马在那边抢的时候 那是不是厮杀更严重 那为什么学姐不在这个北投内区 因为吴思瑶四个小姐 四个女性在那边抢个厮杀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你的成功率有多少 你能拉到多少嘛 那算计 算计就是算计的算数而已 加根减降而已嘛 我的算率有多少 我的民调大概有多少 都是看数字嘛 所以国民党现在要尽量安抚郭台铭 要让郭台铭不要出手啊 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事实上现在民进党要尽量安抚郭台铭 你知道吗 你说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 民进党要安抚郭台铭 自己都很清楚了 郭董受了太多的委屈 废话 这个委屈不是你们搞的吗 现在你要知道 照理来讲 他不选了 那个热度会往下降 对不对 没有他要感恩之旅 对 如果我真的都不选了 我就放弃一切 放下一切吧 那就算了 人生啊 怎样讲 这样就好了嘛 他可是郭台铭 他四十三年来在商场 无往而不利 这次是他人生最大的羞辱 我怎么可能这样子 让我自己背着这个羞辱 就这样算了 你知道吗 他一定 他而且据我所知 现在还在合众联合 不是我们看到这些名单 现在卢嘉诚 卢嘉诚土城那 三峡那一区 现任民进党是吴其名 然后国民党是林金杰 林金杰跟这个卢嘉诚 两人关系非常好 然后呢 卢嘉诚之前 那个公车广告都到处跑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他今天提出一个嘛 希望韩国瑜能够像拥抱 马英九一样 去给我拥抱王金平 因为卢嘉诚 其实跟他好的人是王金平 因为王金平的关系 所以才跟这个郭董的关系 交情那么好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知道哦 他现在的前提是 你韩国瑜必须去跟我拥抱王金平 这个又是韩国瑜的难题啦 为什么 因为现在韩坟里面 很多人是很痛恨王金平的 国民党里面很多人开除开除 你忘了吉娃娃都讲出来了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吉娃娃都讲出来了嘛 可能没有嘛 说王金平是吉娃娃 对 所以你要知道 王金平的东西 也不要小看他 就算只有5%啦 就算5% 也可能会决定胜负 所以我们忘记了 现在国民党 虽然表面上郭台铭的退选 可是后院还是有火啊 郭台铭的火 郭粉的火 王金平率是代发 因为现在离选举太近了 我们当兵都叫破百 破百我们都要请客 你知道吗 现在快要破百了耶 破百就是人家百分之一百天而已啊 然后所以呢 现在郭台铭他热度还在 然后他现在从下礼拜开始 又北中南东到处办 对不对 到处撒到处办 然后你以为 只有郭台铭一个人唱独角戏吗 如果到时候各区 包括郭自己阵营里面 有意提出来角逐区域立委的 或者是台湾民众党一起合作 合作可能性很大你知道吗 因为很简单嘛 你出人我出钱 但是我也不可能 随便的钱都给你嘛 对不对 不可能像以前刚刚开始 我要选总统的话 我当然是带着你往前冲啊 但我现在会挑选 选择性的挑在哪里 比如说在陈学生委员的区域 在谁的区域 我现在告诉各位啦 宜蘭 新北 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彰化 然后台中 还有包括我的故乡嘉义 他们都去接触了 你不要小看他们 所以烽火这个遍地 对于国民党来讲是很大危险 蓝绿不要的我们要 蓝绿的不要的 未必能够在区域里面 能够胜选 但是他可以让你不胜选 所以韩国瑜现在问题多了 除了他的郭台铭的问题 郭台铭 韩国瑜 跟国民党整合的问题 其实蓝营的天王 现在对他也是若即若离 侯友宜已经表态了非常清楚 卢秀燕也有他的想法 我们看看这位美丽的台中市长 他今天是怎么说的 在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二楼 前立委颜清彪就坐在最前面 他的儿子立委颜宽衡也列席 主持人是国民党秘书长 兼韩国瑜竞选总部总干事曾永泉 这是韩国瑜竞选2020总统 国民党中章头三线市竞选工作汇报 不过台中市长卢秀燕没有来 今天他派人来了 派一个赖先生来代表出席来 卢秀燕既然派了代表出席 表示他清楚有这个会议 却排了远到东市区的市政行程 不到距离台中市政府车程三分钟的 国民党台中市党部 也许他不想外界有机会质疑 他在上班时间忙着帮韩国瑜选举 但是可能性更大的 是他不愿意接韩国瑜台中竞选总部主委 谢谢 先前都有通过不同的管道去拜托 我还会继续跟他来请求 彰化县长王惠美也没有来开会 来的是彰化县议长谢典林 9月1号来的时候 其实王惠美也是全程陪同 那他是有很高的意愿要接主委 班老师这些蓝色的天王 蓝银的天王 到底在想什么 朱立伦不爱做这个副手 让侯友宜做自己 卢秀燕他也 没有非常的这个贴近韩国瑜 因为他们觉得韩国瑜会输 卢秀燕目前也没有答应 要担任韩国瑜的台中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对 但我们看到国民党现在怎么处理 那现在 韩国瑜现在我觉得 他唯一让民调可以再起来的 唯一的机会就是他找一个好的副手 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可以找朱立伦 可是我认为朱立伦 我看他也是异性蓝山 而且朱立伦说 我会不会跟马英九一样被虚 因为我们知道 他这个在9月8号的这个三重造势 朱立伦是跑到了日本去避难 那这个侯友宜呢 是跑到瑞芳去 所以侯友宜又是朱立伦的子弟兵 两个人都不帮韩国瑜站台 明明在新北市办 你们两个都跑掉了 所以你认为朱立伦会有可能去当这个韩国瑜的副手吗 何况朱立伦上一次2016年才这个当选总统 选输了 如果当了副手又输了怎么办 他政治生命都没有啦 朱立伦还很年轻 他如果2024年还有机会嘛 对 何必跟你这个这个这个韩国瑜绑在一起 可是国民党肯定有很多人会认为说 如果你朱立伦不出来 我们就无法打败小鹰 因为朱立伦终究是正常轮嘛 所以朱立伦下一个是韩粉攻击的对象 对对 所以朱立伦如果不出来 敌会被韩粉攻击喔 比如说你见死不救啊 因为现在朱立伦出来 可以把一些大家认为说 韩国瑜大家认为是草包嘛 朱立伦至少当过桃园市桃园县市 他讲新北市长从政经历很丰富 而且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但是如果你这样见死不救 韩粉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但是我觉得韩国瑜是不是 真的想要请朱立伦 我认为韩国瑜可能是想 可是韩国瑜的阵营里面的人 可能未必这么想啊 因为你朱立伦来的话 你是要跟我分享权利 而且你来了之后 反而是凸显韩国瑜是个草包 因为哪有说这个总统本身什么都不懂 副总统比总统还厉害 那不是反而让大家觉得 你们国瑜党 为什么不提名朱立伦来选就好了呢 结果提了一个更加凸显韩国瑜的 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 所以这也是很尴尬的事情 一个总统出来 一个副总统出来 结果两个人 好这个两个人 反而是副总统的光光芒 胜过了总统 那这不是很很奇怪的事情吗 另外就是说到时候 我认为即便是朱立伦愿意答应 他也不可能只当一个虚位的 或者没有实权的副总统 他一定要跟韩国瑜 我要要资源 甚至我要立委的提名 我们朱系人马哪些地方 要优先提名 或者不分区 他要把朱系人马送进去 可是那是吴敦义在主导 吴敦义跟朱立伦本来就不好 对 那就更麻烦了 所以最近你看这个旺 这个我们这个旺董 他们的报纸有讲 一直是说 要这个吴敦义 你自己要把权力 你要知所进退 你这个相关的权力 你是不是要释放出来 对 这样才可以鼓励朱立伦 跟这个韩国瑜 朱韩配 韩朱配 所以问题心结可多着了 对 那更要复杂了 对 在年轻人的支持度上 韩国瑜 尤其南部 上次有一份民调 好像只有9%到12%左右而已 而且年轻人定义 是35岁以下 他抓35岁以下 所以那会影响 未来几年的投票行为 所以他在年轻人这块 整个大概是崩掉了 而且那已经好几份民调 告诉我们这个现象 那第三个 这几份民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2020这场 在总统大选的部分 不是蓝绿对决 用蓝 有人说郭台铭不选了 又回到正规的蓝绿对决了 错了 因为蔡英文的支持度 高过民进党 韩国瑜的支持度 低过国民党 所以表示说这两个人 一个拿了民进党以外的票 那些票没有进到民进党的 政党支持度上 他可能影响部分区 也可能影响区域 那韩国瑜的部分 等于国民党的支持度 离他竟然差到误差范围外 我记得在去年底 到今年的三月以前 都是韩粉常讲一句话 你不要以为韩国瑜是国民党 韩国瑜大过你国民党 那句话从四月份以后 民调不见了 那那一块其实是 这两块都是民进党 跟国民党思考 就是在不分区的立委 跟地区的立委 会不会因为这个而受影响 对 另外一个现象 刚才讲看好度 看好度最直接影响 就是西瓜派 就是民调的支持度 是表达我支持谁 对 可是就算我支持这个人 有可能我也认为他不会上 或者就算我支持 我不支持这个人 我也知道他一定会上 这种看好度 会影响西瓜派 对 他就会移动 而西瓜派 那个杠杆最后一押的时候 落选的人 我用陈其迈去年跟韩国瑜 他们两个实力 没有差到15万 陈其迈本来看好度很高 对 他到九月份开始掉下来 就是他们两个实力 真正来投 陈其迈可能还是输 但是在去年那个选举 两个人并没有差到15万 但是你当你那个看好度 落差越来越大的时候 台湾人在投票 要投赢 没人要投输的 那个票会移 那个移的速度 在最后关键的时候 会大到很可怕 可是百块 就是你明明100个里面 有49个说支持你 可是你会听到49个里面 只有10个守住你 对 韩国瑜现在这一块也很明显 另外还有一个致命的数字就是 韩国瑜在所有的指标上 他都到不了4成以上 不喜欢他的啦 认同他的啦 就你所有的数字一排起来 他都没有超过4成 而没有超过4成的意思是什么 在1对1的选区 立委也好 未来县市首长或者总统 必须50%加1才能动算 对 要50%加1票才能动算 当你变成浓缩的 也就是你的韩粉 是一个坚强的部队 但这个部队 无法打下半壁江山的时候 拥有那支部队的人 就开始很痛苦 你又不能得罪他 没有他 拥有他又过不了半 那个很麻烦 所以从这些数字 我要点几个现象 郭台铭如果不完了 照他讲的 先讲更白 那政党那一张票我也不要了 所以现在这两张门票的买主 少了一个 我也不要选了 就算卸票有很多人卸法 媒体大卸票 北中南大卸票 没有卸票卸到这么油楼的 说全国 他要感恩之旅 全国要跑一趟 去策反国民党人 那个只有两个事情要做 一个就是郭台铭 还在看2024 搜尾搜得漂亮 你来好听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可能性 更近期的就是 他对下面的小鸡有责任 当他对下面的小鸡有责任 他去到某个区域卸票的时候 站在旁边的 如果是国民党委员 OK 因为他们本来属性一样 那就回到原来正规的打法 旁边如果站的是一个 另外一个人 对于一 一对一 要拿到50%加一 你势必另外一个国民党的 就只能拥抱那个 绝对不过四成的韩国瑜 这边就拿到个10%也好 这个会对2020国会的结构 会有很重要的影响 那我最后要提一个 就是说 在这一次的转折上 我去看了一下锅粉里面 锅粉现在开始有一些 韩锅共用粉 我不认为是假的 就两边都跑的 开始去po 好了我知道大家都不高兴 我们应该 含泪 含恨 含血 含牙齿 还是要去投韩国瑜 然后下面一排 郭台铭的粉统统用 我看只差没有 七字金 三字金 全部都在骂 那在骂的时候 你就看那个文字的内容 看出来有一个情绪 没有放下来 比方说 问题出在哪 因为太近了 什么叫太近了 郭台铭如果要早一点 说他不选 国民党还不会那么难处理 他先退党 退党那天如果说不选 国民党的应变 我相信不会是这样子 他退党完 还摆了一幅 我准备要登记 大家还在算还到 几日是16 17不好的日子 留下那个空党之后 从寄生难营 周期会讲的 到被车撞死 陈怡明讲的 到诈骗国民党 好多人讲 连青年部主任也讲 到四千五百万 那只借四千五百万 我们三个月就还了 然后到这个想走就走 没那么简单 到谢国梁 这个是引述谢国梁 我跟他同台 那你也在嘛 谢国梁第一次用韩国瑜的 等于发言阵容 来说话说 讲说很会经营 负债两兆耶 周转很紧耶 我自己以前在金融业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以后我们再来讲 天啊 就直接卸回来 就是批他的鸿海集团 负债两兆 我们 我想这一波段 我坦白讲 民进党什么事都没干 我们什么事都没做 我们连讲都很少讲 然后呢 这样子的情形下 当那个郭台铭华丽转身 我不选了 然后呢 国民党就变成 隔一个小 只隔几个小时 马上变成高度 国际级的企业家 是我们的资产 我知道他委屈了 赶快安排见面 你前面初选过关 多少人 我觉得连吴敦应该都告诉韩国瑜 你初选赢了 赶快想办法去见到郭台铭 对啊 这就很奇怪 我们之后候选人嘛 有竞争一定想下去 硬拜托 你都知道他会从哪一天 他的专机从哪个 哪一个这个电脑要出来 记者都能堵到麦 你说我打电话不接啊 我没有办法 然后后面在协调期 还不断放出来说 不见得要协调啦 三个人比较好 到最后一天 到郭台铭 决定不选的最后一天 又是谢国良 在基隆还在讲 各位三组 在我们节目台也讲过 韩国瑜不见得不利 许说话也这样讲 当你讲完这个话 过不到二十四小时 马上回过来夸奖 我如果以第三者 以朋友的角度建议 我都会建议郭铭 不要第一时间 讲那么多 肉麻的话 因为太突兀 所以那个转不回来 但是我相信 在郭粉的组成分子里面 蓝银的就是蓝银 他有些会回流 他会回去啊 但是现在流的比例 照郭振银那边算 大概百分之四十 会往蔡英文那边流 百分之十七 往韩国瑜那边流 最后的调整也许一半一半 那还有一批人 我就感觉就不投票了 所以这最 那选举剩下几天呢 选举其实已经破120了 我从来 我不知道学生兄 还是我们这几位 有选举过的 你真的很少看到 这么大规模的选举 剩下不到120天 现在才开始启动 不是 还没有启动 还没有 就是几乎全韩各地 都好像没那个气氛 人家靠韩国瑜一个人就好了 连韩国瑜都觉得 他还没在启动 那韩国瑜的问题 不是因为郭台银 你一开始讲对了 是来自于自己 比方说像今天 李嘉芬你卖的那个农舍 实价登陆期限到了 要揭露了吧 卖720万嘛 不是800多吧 对 那你揭露之后 当时所有 包含支持韩国瑜 就是说你要选总统的 一个违法农舍 你舍不得把它处理到 你才卖了 大家开始追这个卖的脉络 那没有郭台银的议题了嘛 这个又会回来 所以我认为 在未来的100多天 韩国瑜的状况 尤其在高雄市议会的状况 会不断的在开启 新的自爆话题 而这新的自爆话题 对于他现在天花板 在40%以下 铁粉的支撑度 在22%上下3% 然后郭台银 如果真的启动全台湾 去感谢 那个会很有意思 会非常有意思 这个就是对于 这个韩国瑜的 这个选情来讲 一直是一个 非常积极的压力 他现在又没有叛党 这个 对不起 这个国民党 而且失序于关公 或者是这个 愿赌不服输的问题 先要请教一下 陈学胜 你们在桃園 巴德离台北很近 到时候郭台银董事长 率领他的蔡庆瑜 这个美女发言人 到你那边去踢馆 韩国瑜 他明明知道郭董有受委屈 为什么他只是在喊话呢 他对于要请这个 郭董团结 按照两位前面讲的 根本就没有实际的动作啊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仍然是老身在在 觉得自己 还是有钢铁寒粉 最后阶段 还是可以胜选吗 第一个先讲这个 美女发言人蔡君 要来巴德 你有怕怕吧 不会啦 蛤 你不怕 完全不在乎 没有所谓 多一个 放马过来 对手总是多一个辛苦 但选举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比知名度 我们两个也都有知名度 但接地气是一份 很辛苦的工作 我想现在变成小选举区 地域跟我一样都一样 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欢迎她 我的选举率很大 台北市好几倍大 我那边也很大 你会不会找一个人 找孙大谦支流去跟那个 支 也讲支流点 对不起 就像孙大谦这种 郭台铭的 那个选区的人 这个桃园的 这些地头蛇们 想办法去跟郭台铭那边 能化解一下 没有啦 我觉得蔡静宇 现在来闻一闻空气 我觉得选举 没那么简单 你说郭台铭很讨厌孙大谦 你总会建议苏大谦 你百名要害曾经 就是他 你干嘛 他差一点上当 你居然还把他点名 去救他干嘛 没问题啦 这个第二个是说 你说有没有想要去化解 我就举一个 那时候我们牢基法修法的时候 吴炳锐想尽办法 要见到林淑芬 见不到 他讲了一句名言 我都没有忘记过 这个庄税的永远叫不醒 他不想跟你见 找谁来都没有办法 所以你认为 郭董一定不想见韩国瑜 目前他不会想见 那韩国瑜需要去见他吗 他一定要想尽办法见 但是不见得见得成 那你家瑞德说他要学刘备 他又没学刘备 我去年我选韩市长 这个有另外一位候选人 他跟我一起参选 他第三名我第一名 我选赢了 结果他出来要选 我最后连 许县良的弟弟许国泰 我都拜托他去找那个当事人 他不跟你见就不跟你见 你遇到这样的 而且他在新北 你们侯友宜那个地盘 这个是输21.6% 侯友宜地盘他输这么多 侯友宜是赢 苏贞昌赢三十万票 这一来一回 怎么会差那么多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怎么选 只有陶珠苗稍微好一点 那几份民调 我比较愿意接受苹果 绿党的民调 我是从来不接受的 因为那个王毅元 是全国部分区议员 只有不监督郑文燦 他只监督韩国瑜 哪一国的部分区议员 他不是选出来的吗 桃园的 你是在讽刺他是 当然当然当然 那但是苹果的民调 要注意到 苹果上个比较民调 那个蔡根韩是差12% 这里边是10% 我只要相信蔡根韩 拉到10% 所以你觉得韩国瑜 会陆陆续续的接近 他自己本身 要先提升自己的高度 所以他的学习曲线要加快 你讲的就是重要 就是你这场的人 都认为他没有高度 然后他学习曲线很慢 不是吗 要加速 然后不要再随便施言 那么只要民调进到10% 再进入一位数字的时候 我觉得就会拉近 那现在郭粉这边 我相信 那个心没办法放下来 现在比讨厌韩国瑜多 还是讨厌民进党多 那这个会走到什么程度 继续往前发展 但是我觉得郭台铭 后续的发展 我认为这次他能够说不选 我认为他还是一个大气的人 后面 你有没有讲过什么狠话 对郭台铭 我没有讲过狠话 幸好 好嘎嘎 而且我从来没有讲过 沙喀都对韩国瑜好 我说谁会讲沙喀都对韩国瑜好 那个人脑袋灌水 我说我讲的事实 那没有关系 各位的见解不一 因为我一直认为郭台铭参选 对蓝营伤害大 如果能够鼓励到柯批出来参选 对蓝营伤害大 但我今天最后一个结论是说 现在国民党在疗旧伤 民进党正在新的伤口在破裂 他要面临吕秀人的问题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问题 所以两个人的民调 我觉得今天王帝宇讲的 非常的这个轻松谈笑用兵 我觉得也许你心中定见在 但我觉得国民党来讲 我们要加速去疗我们的伤 所以需要时间 我们尊重吕秀莲 不过当年这个许姓良是联署 踢馆的沈水扁是得了7万票 然后吕秀莲接受记者会的时候 他是说他要利用这45天 来宣扬他的和平中立的这个 政治主张 这句话的背后非常有意思 不过要请教东郝 你来看这个持平的讲 韩国瑜他可以追进 10%的这个落后的比例吗 要追到10% 稳定的10%以内 他需要很大很大的政治奇迹 或者是说韩国瑜必须找到很新很新的动力 如果韩国瑜依目前 靠的是韩粉 你怎么说到10%以内 而且我当然同意说 目前各家民要在郭台平退出总统大选之后的民调 所有的数据还不是很稳定 可是也不要低估了绿党 然后警戒略会有美丽党 各家都会出来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回过来看看TVBS的PK 差距也不小 那你整个来讲 韩国瑜能不能产生新的东西 郭台平的退选 能不能让韩国瑜产生新东西 比如就以那个所谓的 我知道郭董有很多委屈这件事情 最大的委屈是谁 韩国瑜能不能解决 或者韩国瑜你可以做什么 最大委屈是什么 绝不能对郭台平绝不能手软 某一个报纸的社论 就是郭董很讨厌的媒体 刊登日期是9月12号 这个不是国民党的 我们先讲报纸不是国民党的 但是国瑜党的 不知道 到底谁听谁都搞不清楚 我们讲说你选举你要有爆发力 一定有新的因素产生 那么韩国瑜韩市长 它有没有什么新的因素产生 有新的变化就是郭台平不选 就是新的变化 那有新的变化 环境变成PK PK格局的时候 那韩国瑜你有没有新的东西出来 比如说你要化解 你其实目的就是为了郭粉 希望郭粉转头 那你郭粉转头 你一定要有办法处理郭台平 你如果处理不了郭台平 郭粉怎么转 就是当郭台平 还要全台湾巡回一次 然后你要郭粉转支持韩国瑜 甚至进而支持国民党 不可能的事情 见面一定是最后 那见面之前你要做什么 那韩国瑜韩市长现在是 想说我要见面我要见面 如果这样子讲法 我有一个揣测 当然我这个揣测 可能国民党又觉得 我又在见面插阶 怎样 就是我要见郭台平 郭台平又不见我 所以我输 所以我已经尽了我的诚意 如果我输了 战犯还是郭台平 不会了 不会了 只是这个 郭台平也太老媒了吧 一定有一派的人会这样讲 总是有一个人也是一派 不会了 那如果 国民党青年部主任讲的 如果说你是真的 你是真的想要 这个 化解郭台平的委屈 应该是穷尽各种方式 简单 洪荒之力 简单 那个摄论 第一个先处理摄论问题 对 我讲的这都很具体 摄论总要有个表示 人家要委屈了嘛 还会有 对郭台平不能死亡 更大的委屈吗 韩本的留言就算了 更别讲那个 中天 对不起 寒天 电视台里面 有四个字更难听我就不想讲了 这节目每天是怎么样的 这个糟蹋郭台平的 有四个字是 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的 参选人讲的 那四个字就真的很难听 我就 要逼逼掉了吗 不会逼掉了 忘记了 你跟我们讲一下 寄生兰矣 哦对啊 周锡伟讲的 刚才定宇有讲啊 我刚刚已经定过了 奶奶卖关子 你不要那个臭臭衣服 比定宇有生事 不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这四个字 太难听了 对 你怎么办 好 而且更别讲了 你说 席伟兄他出来道歉有用吗 你怎么办 寄生来营这句话太重 那个不是讲给郭台铭听的 你是要讲给郭粉听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过去以来讲 一个正常的处理方式 在郭台铭没有正式 就是独立联署之前 事实上不需要把话 讲到那种程度 一定是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赶快 第一时间做反应嘛 对 但这次国民党很奇怪啊 就是 那个事情明明还有 还有48 甚至72小时 所有的难听话都出来了 全党都在这个 追杀这个郭台铭 那 只有学生哥 你一个人不讲没有用啊 然后 昨天都在 大千也讲啦 大千就算了啦 那边我最注意的是谁 周锡伟讲 周锡伟讲了 我都还是算了 许俗话跳出来讲 我就傻眼了 不是那时候可能 有一派的人判断他要选啊 不是 你判断错误就是要付代价 就是 神力领操人欸 神力领操人 讲错话 仅次于韩国瑜 李嘉芬讲错话 所以郭 你讲的很对 因为他们是这个啊 合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团队 他一起去度假 在选举的时候 一起到巴黎岛 一起打麻将 你怎么办呢 不过郭台铭先生 他这个也不会轻易跟韩国瑜的阵营妥协啦 因为刚才讲的 我们重新念一下退党声明 退党声明 不是退选声明 我发现我个人再多的努力 也撼动不了 现有国民党的分赃与腐化文化 结束了 离开了 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 待免我郭台铭的离开 能够加速国民党的改造与重生 话都讲到这样子 国民党想办法努力吧 好这个郭台铭他后来之后会怎么样 包括他的 他的这个青年军的幕僚 林嘉欣今天接受我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 其实国民党人很多人呢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哦 初选之后啊 跑到郭台铭面前去 还有交换条件的 有利益这个啊 这个谈判的 郭台铭非常的生气 与不屑 其实就是他为什么在退选 声明里面写那些话 郭台铭啊 脑子里有非常多的相片跟名字 更别讲政治现金 有多少人拿了他的这个浅钱 好他在这个退选之后 有这个感恩之旅 推动智库跟办学校 他跟柯文哲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 都还有一个若有若无的 一个结盟的样态 蔡英文真的躺着就选上了吗 现在的民调都那么高 按照这些陈学生的乐观的说法 人家韩国瑜还是有招数的 更别讲现在出现了一个 吕秀莲前任的副总统啊 那陈水扁说 他天年已过当选不了 但是可以让蔡英文落选 而且今天卓龙泰 这个也去看呢 我们的这个吕秀莲副总统 请教一下亲爱的王定宇先生 吕秀莲副总统会导致蔡英文 被大量的这个瓜分选票吗 要小心啊 我是觉得吕副总统 毕竟是民进党过去重量级的人士 那虽然他之前已经主动退党了 但是那个印记是去不掉的 所以吕副总统的参选 先经过联署 他会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在联署当中 难免会有攻防 也就是小妹妹 会被对手拿出来用 所以你们现在对吕副总统 是用柔性的 没有柔性的他毕竟是我们的前辈 我觉得我对他没有什么意见 只是说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他在联署的过程当中 双方如果有交锋 交锋的武器不是某甲对某蚁 造成多大伤害 是某柄可以去用 就是第三方的哪个票 你讲到重点了 今天因为我看到一个私人的讯息 这个人说 其实这个政党 找这个吕秀莲出来 是要连结联署书 然后去进行立法委员的选举 的这个操办 当然都有可能 而且他主要 其实我们从柯文哲一路看下来 不管他放多少人 只有一件事情 政党票 你说所以吕秀莲是 跟这个联署他的政党 要政党票的一个人行立法 就跟那个喜乐岛连在一起 好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对国民党来讲 当然乐观其成 因为这里面你只要 他们一直大幅报导这个事情 但他真的可以让蔡英文落选吗